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在楼下手拉手散步 不知道怎么就发生了这事 据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了解到 出事的女子其家属称她有产后抑郁症已经很长时间了 而警方已排除她杀 初步调查显示该女子有抑郁症 当晚她抱着孩子从家里跳了下来 具体情况还有待做进一步调查 据悉 产后抑郁表现出的情绪和意识是产妇根本控制不住的 产后抑郁症患者情绪波动很大 重症者甚至有自杀和杀害婴儿的想法和行为 应引起新生儿家庭的重视 现代女性自身压力大 发生产后抑郁症的几率就更高 甚至能达到15%到30% 产后抑郁症通常在产后两周出现症状 有时候会持续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产后抑郁症也有一些信号 包括感觉焦虑 情绪低落 经常无灯哭泣 感到筋疲力尽 应付不了日常的生活 对一切事物失去兴趣 没胃口或无法集中精力 做哪怕很简单的家务 对任何事都很较真 紧张易怒等 医生提醒 孕产妇在产前和产后 都需要家属的包容 陪伴和开导 而对于患者来说 建议尽快接受治疗 包括药物和心理治疗 家人情感呵护等 新京暴动新闻 综合整理八道